王启范先生,有请 按照会议的主题 我就新格局下 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特征 新趋势 跟大家做个沟通 那么这个主题里边有三个新 首先是新格局的内容 第二是开放的新特征 第三 这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新成就和新趋势 那么首先讲一下新格局 在我们国家现在的场景里 新格局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事物的形容词 而是一个特定定义的内含的一个词 这就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出镜的新格局 所以这个新格局是有特定内含的 是我们党在2017年19大报告里提出的一个时代的特征 那么外循环内循环是什么含义呢 在国际上通行的一个说法 就当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 包括它的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 总之进口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 如果这个比重超过60% 那么它是外循环为主体的国家 如果这个比重低于40% 也就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低于40% 那么这个国家是内循环为主的国家 那么对我们国家来说呢 1950年到1980年 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 大体上在10%以内 比如1980年中国GDP是2000多亿美元 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是200亿美元 10%不到一点 那时候我们是一个相对 比较结对的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家 那么改革开放的几十年 从80年以后 我们按邓小平老人家提出的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的方针 那么中国进入到一个 利用国际的资源 国际的资本 对中国经济进行发展 那么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在那个阶段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占到了GDP60%以上 2006年 中国在进入WTO以后的 67年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上升到了GDP总量的71% 其中货物贸易占64% 服务贸易占7%左右 加在一起占71% 当然是一个外循环为主的国家 那么我们现在是多少呢 比如去年 中国的货物贸易 进出口的货物贸易 6万亿美元左右 那么我们的服务贸易 8000多亿 9000亿美元左右 加在一起呢 就是7万亿美元不到 这算成人民币呢 40多万亿 40多万亿 50万亿不到一点 那么我们GDP呢 是126万亿 所以去年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占GDP比重 是38% 是内循环为主 因为进出口贸易 在40%以内 进入了内循环为主 那么大家会想 我们怎么会从 新世纪初 2010年前的 70%以上 现在降到了 38%呢 是不是因为 特朗普打贸易战 拜登搞小院高墙 从中国撤资 拉帮接火 使得我们进出口尾数了 是不是我们 疫情下 在新冠病毒 冲击的过程中 使进出口的产业链 贸易链受到了障碍 所以进出口 萎缩了 如果大家这么想呢 是一个 错误的判断 因为中国实际上 在2016年 在2016年 进出口贸易 已经降到了 38% 就是2016年那一年 我们降到了38% 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下降 进入到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循环 是因为从07年的时候 美国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 造成了欧美的资本市场 资金市场各个方面 收缩了至少10万亿美元的 一个经济规模 造成了巨大的 海啸般的世界经济冲击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欧美对中国的 进出口的市场规模需求 大幅度萎缩 那么中国呢 从80年到06年 一直是两位数的 进出口贸易增长呢 那个阶段 那个几年呢 就降到了5%以内 那么另一方面呢 中国政府启动了一个 对冲世界经济危机 冲击的一个措施 启动了4万亿投资的概念 那么现在看到 我们100多万亿GDP 4万亿好像不那么多 但是在2005、06年 中国GDP是20几万亿 那么20几万亿的时候 你启动了一个4万亿 这个比重差不多接近20% 相当于现在100多万亿GDP 你如果启动一个 20万亿的投资计划 那就不得了的一个计划 所以当时 中国政府的战略举措 刺激了中国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中国GDP增长 始终保持10%以上 当时2010年是11.5%的增长 所以中国GDP保持两位数增长 进出科贸易那个四五年呢 萎缩到4%到5%的增长 一进一出呢 我们GDP和进出科贸易的比重 到了55% 也就从71降到了55% 然后呢 我们进入了18大 2012年18大以后 中央政府提出了 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 其实就是省市多市 不再那么依赖 国际贸易来拉动经济 更多的要依靠国内的内循环 国内市场 国内大市场的建设来推动 所以当时的发展战略 也进入到了一个 共计划机构性改革的阶段 而不是像原来几十年 出口拉动 投资拉动 消费拉动的那个裸切 所以在这么个背景下呢 我们主动的又收缩了 内外循环的比重 那么到2016年呢 达到了 就是说38% 又比2010年呢 下降了17个百分点 那么内循环外循环 在世界上有个基本的裸切 凡是发展中国家 要超常规发展的更多的依赖 外循环 一趟进入世界经济强国 凡世界经济强国 你去看 通通都是内循环为主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 这个50年 任何一个年份 你去算他这个账 他的进出口贸易 都在GDP的25%左右 去年美国人的GDP 27万亿美元多一点 他的进出口货物贸易5万亿 服务贸易1.9万亿 大涨加起来 7万亿不到一点 进出口占他的GDP 26%左右 那么欧共体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一个群体 这27个国家 去年GDP是17万亿美元多一点 他的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 5万多亿美元 总之在30%多一点 那么日本呢 你可以算他两段 1945年到75年 日本在推进 从他的战败国 国民经济机器 被打碎的状态下 重新振兴 他这个30多年 他是出口导向 外循环为主 进出口贸易 占GDP70%多 那么最近的30多年 他成了世界经济强国 他的进出口贸易 始终占GDP 35%左右 我讲这一段 意思就是说 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到了新的阶段 我们在80年到2000年 到2020年 是邓小平老人家说的 形成初步的小康社会 到2000年 我们人均GDP 到1000美元 2020年 我们实现全面小康 人均GDP 到了1万美元以上 那么今后30年 中国将进入 成为世界经济 强国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在这个阶段 中国的循环战略 当然会发生 转变 是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循环 是我们国家 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 内在选择 必然选择 主动选择 所以在16年前 就形成了 内循环为主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概念 如果16年的时候 我们还是 百分之七十几的 外循环 然后特朗普 搞贸易战 拜登搞小园 搞墙 跟我们搞车支 搞封锁 那么如果我们 百分之七十几 在贸易战背景下 变成了百分之三十几 那可能我们受 直接的冲击 会影响很大 但是反过来 我们16年 就是百分之三十八 就是内循环为主 那么这个六七年 大家可以看到 每年的进出口贸易 和GDP比重 都在三十八左右 充分体现 我们这个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格局 是非常的坚强的 有巨大的韧性的 是经得起各种冲击的 在冲击下 我们没有把三十八的外循环转 被压缩成二十八 十八等等 我们始终保持着 这么个三十八左右的格局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这个是我们进入了新格局 这个新格局是今后几十年 都会保持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词呢 就是在新格局下 内循环为主了 是不是外循环不重要了 是不是开放萎缩了 这当然是误解 我们国家最近十年 对外开放的说法 基本上有这么几个词 一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绝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这是一个话 第二个话呢 越开越大什么意思呢 具体的讲呢 就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 中国的开放将体现为 更高水平的开放 更深层次的开放 更宽领域的开放 那么这三个词来说明 我们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 但你也可能说 这三个词还是形容词 到底什么内容呢 我想下边就说 这三个词表述的内容 有五个特点 第一 最近十多年 中国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 从过去几十年 以出口导向为主 已经转变为 既鼓励出口 也鼓励进口 而且加大 采取了很多加强的措施 鼓励进口 比如在上海 2012年就开始在搞个进步会 搞了五年多 那么世界最大规模的 一个进步会的展览场馆 差不多五十多万平方米 那么18年开张 那么这个六年 每年一次进步会 这世界上专门大规模的搞 进口的布兰会 独持一家别无分店 因为大家一般搞的布兰会总是进口出口中和的 混合的或者是专门搞出口的 那我们搞了个进步会 那么每到十月份 进步会上上万家全球跨国公司要把他的各种产品 在中国来推销 那么在金博会呢 就变成了一个狂欢节 国内几千个县 几百个第四周 几十个省 各个层面的企业 或者政府系统的 都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中国最近十年大幅度的降低了进口关税 2010年的时候 中国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还在2627 到05年就降到了15 降了十个点 最近呢 到了去年 2023呢 又进一步差不多降到了6%左右 那么我预计今年 2024年 2025年的时候会降到5%以下 那么世界发达国家进口关税平均值就在5左右 我们也会降到这么低 那么降低进口关税就是在鼓励国际市场商品进入中国 让中国老百姓分享世界各种优秀产品的成果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在投资政策上呢 中国过去几十年比较多的力度 重点就是引进外资为止 现在呢 现在的投资政策呢 既鼓励外资到中国来 也鼓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2018年 2018年 2017年到去年 差不多这5年 我们每年海外投资 1100多亿美元 这5年平均 1100亿总的加起来有接近6000亿美元 这是一个概念 当然我们这5年引进外资 平均每年也有1600亿 5年引进外资有8000亿 走出去投资有1100多亿 总的来说有进有出 我们1980年到2010年 30多年 走出去投资没有超过5000亿 现在5年就能有5000多亿 这个和我们国家一带一路走出去 跟世界发展融合一体 这个战略方针密切相关 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呢 中国的开放 从过去几十年 沿海开放为主 现在进入到了沿海内陆 东南西北中 东中西 同步的开放 我们在过去三十年 如果一说开发区 27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都在沿海 然后5个特区都是沿海 沿海特区 然后呢 新区 普通新区 天津滨海先去 也是沿海 保税区到2010年 中国一共批了67个保税区 都在沿海 大家脑子里想着就是 境内关外 保税区就境内关外 那么当然就在沿海边境旁边 然后关外呢 铁丝旺一围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海关之外的地方 零关税 那么大家一中 想当然的 开放总是在沿海 然后沿海开放它十年五年 积累了经验 在剃度转移到中部西部 那么最近十年大家可以看到 中央只要采取的任何新的开放措施 都是东中西同步的开放 比如说 2014年中央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个是中国最顶级的开放 在自贸区里边 是三零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是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协定区的 那种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呢 这个十年一共推出了 22个区业 7个在沿海的自贸区 7个呢 是在中部的7个省 还有7个在西部的7个省 东中西各7个 剩下一个海南岛 你可以算东 也可以把它算中 也可以算西 因为它在沿海是东部 它在中国地图的中左线上是中部 它的经济水平跟西部也差不多 所以总而言之吧 就是东中西是协调平衡的 保税区原来67个都在沿海 2010年以后 中国政府又新批了70个左右的保税区 那么60多个是在中部西部 东部呢只加了六七个 现在加在一起 东部有70多个 西部有60多个 中西部有60多个 所以总之中国的开放政策 东南西北中 协同开放 开放是一种理念 是一种制度 是一种管理方式 和地理位置 和地理位置无关 德国在西欧的内陆不靠海 没有人会认为德国的开放度 小于西班牙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现在的区域开放政策 是比较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 更高水平的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在产业政策上 过去我们的开放呢 总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类型企业开放度高 比如外资搞工业 外资搞百货 外资搞建筑业 外资搞房地产 这些产品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开放度就比较大 这一类企业也比较多 不管多资合资控股不控股都放开 那么但是外资如果搞 看不清摸不着的 服务卖金融业 或者各种其他的 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 那么这一类呢 管得就比较紧 准路的门槛呢 也特别高 那么最近十年呢 全方位宽领域多局道的开放 这些服务贸易领域 教育卫生文化领域 以及金融业开放度都极大的提高 包括外资搞金融 不仅可以控股 百分之百多支也是被允许的 等等吧 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呢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开放 一般是注意它的贸易流量和资金流量 以要素流量的开放为主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不仅是贸易要素的流量 更多的是从制度 规则 规制 体制 机制 标准等这些方面的开放 促进中国各种区域的营商环境 国际化 法制化 市场化 以上是我具体做的一个解释 这五种特点 大家用脑子稍微想一下 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现在的开放度 是比过去更高水平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 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二条 那第三个呢 在内循环中国大市场的吸引下 加上中国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的 开放的推动下 中国这个十来年 对外开放的经济 趋势 实际上是令人振奋的 是比过去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要成果和各种效果呢 都要大得多 具体的表现三个方面 说一个国家对外经济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产品 在全世界的出口结构 第二个就是这个国家生产方式 制造业制造产品的方式 对全世界国际的影响 第三 这个国家的开放度也体现在 是不是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投资 这个资本投资不仅是 炒外汇 炒股票的汇率上的 这种热钱的投资 更重要是体现在FDR 外商工商企业的直接投资 因为工商企业投资会带来 资本 技术 产业链 装备和市场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体现一个国家的开放度的经济成果 最重要的就看这三件事 那么我们最近十年呢 在出口产品方面呢 出现了基础性的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 2010年 中国的出口量是三 进出口是三万亿美元 那么我们的出口呢 是一万五千亿美元 那么在当时我们一万五千亿出口里边 百分之七十几 也就有一万多亿美元 是劳动密集型的 仿制品 服装 或者各种 香包 玩具 轻工产品 那么有百分之二十几呢 是机电产品 电子类产品 那么到了去年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货物贸易到了六万三千亿美元 其中三万三千亿美元 是出口 三万亿是进口 那么这个三万三千亿美元 要比一零年 在出口量上增加了一倍多 但关键是结构 我们这三万三千亿里 百分之九十的产品 是机电产品 电子产品 也就差不多有近三万亿美元的 制造品 工业的装备类产品 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副价值高的产品 然后呢 轻工坊子 劳动密集型产品 从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几 现在的比重是百分之十 你这么一看 你如果对着轻坊来说呢 你会觉得 好像中国轻坊 萧条了 但你仔细想想呢 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不就是六七十年代 欧洲把它甩给了日本韩国吗 不就是七八十年代 日本韩国把它甩给了中国吗 那么现在中国把这一块 甩给了东南亚 印度 时代的变迁嘛 这是一个中国劳动力成本 最近十年要比十年前要高一倍以上 劳动密集型的竞争效应下降 是很正常的 然后呢 现在东南亚的企业 百分之六七十的外资 都中国的民营企业转过去了 转过去 中国政府从来不阻碍 因为这是亚洲一体化 ISIP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然后呢 这个过去以后 他们的产生品 在东南亚组装 原材料部件 关键的东西 可能中国国内过去 所以2019年亚洲十国 东南亚十国跟中国进出口贸易 是六千五百亿美元 到了去年已经变一万亿美元以上 就这么几年 涨了个百分之五十 好事情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的出口产品 就是比如像造船 在三十多年前 世界造船百分之五十日本造 十年前世界造船百分之五十是韩国造 现在世界船坡百分之五十中国造 我讲这一段就是说 以前我们说用十亿件衬衫 去换一架波音飞机进口 这个时代已经转变为 中国一大堆装备 电子类产品出去 然后换回国外 我们需要的粮食啊 猪肉啊 或者地下的矿物质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 总之 这个出口产品结构是趋势性的 结构性的 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大家应该看到这一个 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进步 是四十年来中国开放当中 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成效 第二个概念呢 就是国际贸易之间 这个有个生产方式 工业的生产方式 中国的工业 二零一零年 就是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 但那个时候 中国工业中有百分之四五十 是加工贸易 什么叫加工贸易 就是一千亿美元出口 八百亿美元 零不见原材料半成品买进了 然后你再组装一下 形成了一千出去 所以你这个单子 进出的贸易单子一千八百亿 基地平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 只有一百几十亿 因为你在加工的过程 水电器还是要抵扣 抵扣了以后呢 你真正的利润 企业的利润 责工的收入 还有售价税收 加起来也就占整个 就是说出口贸易量的百分之十几 所以加工贸易是只涨 老公有过程的时候搞一些是可以的 但是一摊强盛 你这种事肯定要甩给别人 现在东南亚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加工贸易 他的两头在外 一头从中国过去 原材料零不见半成品 中国过去加工完了 他卖到欧美 他这个也是两头在外 所以这件事 中国在2010年前 中国的制成品的比重里面 百分之五十是加工贸易 然后百分之三十几呢 是一般贸易 所以一般贸易就你国内自己的产业链 做出来出口 那么这个是一般贸易 那么还有呢 就百分之十左右的农产品 原材料 初级产品不需要你制造的 那么现在中国去年六万多亿美元进出口的产品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加工贸易已经从五色 降低到二色以内 然后一般的制造 中国自己的产业链集群 制造的东西占到了七十 然后还剩下百分之十是农产品 或者地下挖出来的原材料 那么我讲这一段 大家稍微想一想 国际商品的加工方式 制造方式 加工贸易的比重下降 使我们中国自己的产业链集群 这十来年扩链 强烈补链 使得我们的产业链 有世界最大的产业链 而且是完整的产业链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是中国制造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趋势性的特征 第三个呢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引进外资 大家总会感觉值得十年 由于特朗普搞贸易战 搞撤资 拜登 搞拉帮结派 搞地缘政治 搞灭全球化 那么中国的外资似乎 应该是减少了 但是凭本人的感觉 但是感觉了这东西不一定确切 必须理性的用 国际贸易中的数据来分析才清楚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 80年代 十年 中国每年引进外资 大体上在400多 500也不大 那么90年代 这个十年 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外资 在八九百亿美元 那么新世纪初的十年 也就2000年到2016年 中国引进外资 在1200亿美元 那么大家就想 这个十年 是不是比以前要少 其实这个十年 2012年到2022年 我们每年引进外资 在1400多亿美元 比国际十年 平均每年增加20% 那么大家这个表现 凭我嘴巴说不行 你们这就可以 百度上去搜索 中国的外经贸 现在的商务部 或者大朋友提我 每年都有统计 这是一个数据 第二个概念 最近十年里面 大家又会讲到 是不是过去五年 比较高 最近的五年相对低 因为最近五年 又是打贸易战 又是疫情 但实际上是最近五年 中国引进外资 平均每年 就刚才说的1600亿美元 前几年 就是2010年到16年期间 大体上是1300亿美元左右 加起来出道 就在1400亿 那么讲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恰恰这十年 中国在美国人搞 念全球化 大贸易战的背景下 老板们做生意的人 摘商严商 按市场经济规律办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比如说美国特斯拉 这几年在上海 先投了个五十亿美元 现在跟着又第二期 再来个五十亿 一干就是一百亿 再比如说 苹果公司在中国投资了 一百多亿 各种干的美元的生意 然后形成了那么大的 苹果的1.7亿个手机 他一年做两亿个 在中国做1.7亿个 这十几年一直都这么在 不可以干在巴西或者墨西哥吗 库克很冷静的 就跟特朗普说一番话 他说我二十年前 九十年代在美国 有个很大的苹果工厂 又生产电脑又生产手机 但不赚钱 我在中国1.7亿台手机 卖一千七百亿美元 中国的制造成本低 百分之四十的毛利 有六百多亿美元 中国的企业拿走了一百多亿 我可以从中国每年背回五百亿美元 你要一个总部在美国生产基地 在美国但不赚钱的苹果 还是要一个总部在美国生产基地 在中国每年能背回五百亿美元的苹果 他能够做房产商的 他不懂 很可爱的就问库克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那库克就跟他说了一番话 总的意思 中国现在内循环的大市场 是吸引世界资本 到中国投资的最重要的筹码 第二 大市场会带来制造业企业的固定 市场投资 单位投资下降 单位的物流成本下降 单位的科研开发成本下降 单位的采购成本下降 同时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 所以综合 中国制造业的综合制造成本低 我们这个十多年 尽管劳动力成本提高了 中国几十年来的人口黄利 低成本的劳动力 这个黄利逐渐淡抽 但是中国制造业在规模效应下 综合制造成本六个下降 使得我们现在中国形成了 重大的产地销的概念 所谓产地销 就外国人到中国投资 投资以后的产品 全都销到全世界 不是在中国销售 那为什么要放在中国来呢 因为中国制造产本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销地产 产地销综合效应 使中国吸引全世界资本投资 FDA投资的效应 日益彰显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 世界经济中 中国对外开放 现在出现的三个效应 而这三个效应 让全世界的投资者 企业家 包括政客 包括跟我们不友好的政客 他们都会感受到 这三个效应的作用 那么友好的更多的 更中国合作 不友好的更多的想办法 更中国打压 打压中国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经济规律 世界最重视 要服从经济规律的 我就想这些 谢谢大家 准备的小类众 各位来宾 大家上网 很高兴在美好的立夏世界 回到上海 参加业界的峰会 那就是今天的头中的年度峰会 那么小类众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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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